嗨,我下课回来了 我饿到了,但是我现在不敢吃东西 明天早点起来 我刚涂的,我马上就涂了两圈 确实有点过一会儿 不过我嘴唇太干了 估计粘不掉啥 确实没粘掉啥 马上搓起来,我马上把我的头发搓多一点 不是番茄 有一丝那个凌乱蓬松感 有一丝自由放荡不羁感 还有一丝 焦躁焦虑,易碎感 very good 合影 头发下面应该是一个蓝绿色 蓝绿色 如果你要认真问的话 它是196 very good 我的教授感 确实 啊 小马兔子 开个电视 宣传一下气氛 点错了 但我觉得我现在就陷入了一种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会突然间没电 我就是没电了 呆住 都夸我的心造型 谢谢你们 不知道 我就是感觉我 我 思考了一下 我发现我好像 我好像本质就是一个很容易没电的人 就是 有进的时候特别有进 没进的时候特别没进 也不是 我一直想是可能是我太累了才会这样 后来发现我的日常就会这样 我日常就会 然后 突然一下就 没电了 就是身上还是有力气的 就是身体不是那个疲惫虚弱 而是感觉精神有点 有理 什么 我身体上还是可以有劲的 但是我就是 我经常 就是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 但也跟休息没关系 我今天下午还补了个觉呢 我还睡了一会儿才去上课 嗯 就是感觉 no 就是 也不是 我不是累的想贪着 而是我 我可以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你让我上课我也可以上课 我写罪我也可以写罪 但是我平时写罪 或者平时上课 我就耶 哇哇 但是我如果 在这个模式下上课 我就是这样 然后 就是在 我觉得是一种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就是在这种时刻 如果有人来跟我讲话 就是社交 我就会 不会讲话 对可能就是突然一下 关闭了这个社交开关 不是不是新的呀 就是也是以前的 也是以前的 头发是我做的造型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也经常会这样 但是我没有意识到 我就觉得可能是我 我 太累了 那后来发现 这个 就是很经常 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它是一个 经常发生的事件 嗯 就比如说今天早上 他们见到我的时候 还是 耶 然后下午一见到我 我就变成了这样 今天怎么意识到 今天是 因为人很多 你就会 因为平时我上学的时候 我也会经常这样 但是主要是 没有人跟我社交 就是大家都是上学 就是差不多 然后 一到了开始社交 比如说有人跟我讲话了 我突然一下我就发现 我不会讲话了 呆住了 是吗 看来我不是一个小概率 就是还是一个中等概率的事情 也没有啊 也没有啊 我平时挺会讲话的 好吧 其实也没有 嗯 不知道 无法用一个科学来解释 但是别人经常会在意 他就说 哎 你怎么了 然后想哎 事会也没怎么 有心事吗 我也没有心事 我也 没有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突然一下 呆住 这是双面性吗 就其实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或者是一些个 对 那些个烦恼 就想讲我也可以讲 如果你硬让我讲 我也是可以讲 但是我讲的时候 我就是会皮笑肉不笑那种感觉 累 那我就是一个很容易累的体质咯 异类体质 这么说好像确实是我觉得我电力是有限的 就是一旦 就是一旦 之后对 但是这是不是很扯啊 这样如果跟别人讲这个原理 人家会不会觉得我很扯 啊 但是别人就还是很正常 可是我就不行了 真的吗 就比如说像 就比如说像Liga 我觉得它是满天 就一整天都会有电的那种状态 然后它也是就是 就是可以满面笑容 一直面带微笑 可是我 有的时候我就笑都笑不动了 就是比如说今天 这样吗 可是就是在我们这几天的那个行为 说不打光会更好一点 那不打 这样吗 可是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像今天 今天早上 我跟他一起讲话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 但是今天下午 我今天晚上我跟我俩一起讲话说 他就属于啊 然后我就 这样吗 可是呢我困的 就是每天都在困 不过就是在人多的时候 你就能够体会的到就是突然一下 而且别人会觉得你很奇怪 就是 就是早上跟你见面的时候 还是一个能隔上 不是能说会到的一个小姑娘 等到晚上 然后就是再找你的时候 你就冷漠了 人家就会就害怕说 哎怎么了 怎么突然这样了 我做错什么 但是你没有做错 对我就是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解释 就明明 嗯 我真的 啊 就是明明人家很热情的来跟你讲话 可是我突然讲不动了 我突然笑不起来了 嗯 可是可是刚认识的人他们不会懂的 他们就是不不熟 他们不知道 我就会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就是 就比如说早上我们还聊得很开心 然后下午人家来找我聊天的时候 我突然一下呆住了 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回事 突然懂了 为什么我的同学们总跟我说 觉得我很难接近 我觉得我 没有 我平时也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人 但我就是偶尔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却 我就无法就是放松下来 而且我这个同学他也是一个很活泼开朗 他也是也是属于那种每天24小时都有电的状态 然后 而且我也很怕就比如说万一以后 万一哪天就是因此而造成了一些 结果会觉得你怎么生气了 然后我又说我没有生气 然后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在假装 你是不是在生气 但是假装没生气 然后我就 我就是解释不清楚了 好吧 好吧 确实 嗯 嗯 嗯 因为我觉得我 我就以前也一直跟自己讲 每次经历过这种事情之后 然后我就跟你说我就跟自己说 我说哎 下次一定要就是 就是 就是不要太封闭 你要就是要多交交朋友 然后我就说那就从上学开始吧 我说反正上学是认识一群 新同学我就从这里开始吧 我就开始 就是 多认识一些人 然后发现我还是没有 我就发现我上学之后我还是一样 我就说那下次一定就好 不是你看现在又要认识新朋友 然后我又发现我又这样 然后我又发现我又这样 这也是 但是每次到这种环节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说 哎 你要多认识新朋友呀 你要多 呃 大哥聊聊天呀 然后 我就发现我好像还是一样 好的 好的 嗯 那说到 那那不就更奇怪 人家就说你怎么一天一个呀 你怎么一伙这样一伙那呀 我就更没法解释 嗯 他有两千多年的律师 在一百多年前 那时候就觉得好像跟普通人不太一样 他所秀的叫做 伊大利黄套 海里大象呢 又特别国里啊 送给伊大利 呃 获得了很高的这个工具 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 也非常高兴 请到了我们的苏秀的 呃大师 姚建平老师 嗯 确实我觉得我可能也就跟 那些就是比较社恐的人 能够稍微的合得来一点 嗯 而且 而且我总跟自己说 我说 上课的时候 就往前面站 往中间站 但是到上课的时候 我的身体就是不由自主的 就会后退 对 这个秀 真 配色 斯 基 也就是说 坏 然后秀 秀 秀 有 斗 坏 但是我看了就是 秀 我觉得好像就是 坐在我面前 真了一样 对 然后做 城市分明 但是我记得 第一个话 其实就是天真 我觉得就不可思议 那我就做 非常有力的感 就特别难受 就特别难受 所以我们特别嘉宾的来说一下 一般这个非华令的规则呢 就是这样 每个人的根据一个关键词 或者是一个词语 对于我们基本上的人呢 就要花酒 我们今天是 你拿代酒 我们请杨老师呢 出一个题目 稍微容易点 那我们的情报 就自然就和我们现场的 这个指负出品有关 在我们这些指负出品当中呢 要选取任何一种魔术 说一句相当的诗句 行不行 嗯 好 我们看到这个 有竹 有花 有 美人 是吧 我吃东西了 嗯 吃罐头吧 嗯 找不到口了 那他没有一丝口吗 哇他真的没有啊 只能硬扯了 不是黄桃的 我本来想买黄桃的来着 但是我想我天天吃黄桃天天吃黄桃的 天天吃黄桃的 我就换一个 可以 都不一定能打开 我还得翘下才能打开一半这东西 我真的会泄 今天连夜的无厨必要 不行 不行这都是 遵守 除非给我个起子 或者个扳手 或者个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可是我好像没有餐具了 大乌龙发生了 大乌龙发生了 我没有工具 我没有叉子 没有筷子 没有勺 How to eat 有一个祖传的吸管 有一个祖传的吸管 但是不行这个吸管 已经 已经按对 按对 我应该先看好的 有备点 但是估计已经关门了 所以我就准备了一首诗 叫做 花花燕燕燕 两个树 树子有好 还真有 但是我过不去心里那道卡 什么用GoPro 什么 那这个是一个清朝的女士人 她说写的是 这就是两副秀品 一副就是官 一副就是竹 但清朝 是小副品和实话一样 她正 作为一个 可是我不想喝糖水 就想是橘子 牙签 也真不一定 我倒是有一个新卖的牙刷 好 可我还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卡 可我还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卡 哎 糖尹 就是这样替你解人 咋 请勇 咋别吃了 关上 明天 拿回来再吃 这罐头应该能放一晚上的吧 嗯 换一个吃 我吃个鸡爪 找到一个勺子 我真的谢谢 还有一双筷子 我是什么大富翁 我是什么富翁 快让我选择一下 是用筷子吃还是用勺子吃 快 大家帮我选择 筷子 好的 真是幸运的一天吗 酷的 可以 确实那勺子稍微短了一点 人几百十关头 人才 快 看一个有没有什么综艺 嗯 那和老鼠高清版 不要 我要一个小品 这是什么节目 青春环游记 好 随便让他放一个吧 当下的力量 收获内心的风力 青春环游记 时光满 哇 哇 这种妈妈 超好强壮啊 要没吃我还不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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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子 橘子 嗯 有那个 有那味了 血尔沙糖菊 而且这样还不用手拨 嗯 水大概率是要倒掉 因为我真的喝不下这么多糖水 青春环游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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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从小到大每次都吃黄桃 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吃黄桃罐头 所以我妈就经常买经常买 我每次吃罐头都是黄桃的 所以我这时候想 我都从小吃到大了 我也应该吃吃别的 我上次感冒就吃了 就是那种 还有椰果 还有白桃 还有 不知道了 过年的感觉是吧 说实话现在突然有点实感了 我前两天是那个 就是 没有感情的 说在上海过年没什么区别 但是到了这种环节我就会觉得 有些许那个 不能放胖吧 那我可以放那个仙女棒 伸扎罐头 没吃过伸扎罐头 完全没有积服 我前面几年都是到了当天才开始积服 但其实 说实话 前面几年积服都是因为我的那些个大舅二舅在积服 然后 拉着我一起 我才开始积 我才开始积 不然的话我前面几年我也不积 对我就是直接把他们的就是转给我 但是那是个就是必要的环节嘛 就是大家一起对参与的就是那个 我连个网 我连个网 我发现我还是想吃一个鸡爪 真的非常好吃 可以放眼花吗 但是我 你也没放过 吃点白草味的 好好吃 好好吃 嗯 嗯 五股的 五股的 晚饭 我突然想起来还没吃晚饭 见重吃了午饭 上了上了一节课 我就回到了这里 回到这里直播了 我就睡觉了 一睡醒我就去上课了 然后我就回来了 我就说我怎么这么饿 一会儿 因为它饭 因为它饭点应该就是五六点那个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就是发车吧 那什么时候 反正没有刚好在吃饭 我带了 我带的美瞳 当然黑了 这就是我的搭配 这是时尚 原本的小胸 我昨天跟我妈一些理论 我妈她说 他要做那种研究 说 现在好的年轻人 每天 大晚上就是 吃那些个什么油腻的东西 或是重口味的东西 都是因为 想用 他说那些人不是真的饿 只是想要 靠吃东西去填补 自己的空虚 或者说去 得到 血血安慰 我就反驳了他 我说我 是真的饿了 确实 他说 有些人就是晚上 就是已经吃过饭了 但是到了晚上总还是会喜欢吃点薯片什么的 或者是吃炸鸡 我就说其实薯片这东西我不感兴趣 我每次都吃主食 我现在很少吃零食的 我都是吃主食 吃 那种很大很大块的东西 对啊 要么就是吃鸡腿 斩鸡汉堡 大盘鸡 嗯 嗯 其实我平时在房间 或者在住 在学校 在中心 我都不会平时吃这些东西的 包括那些什么小糕点 我都吃的很少 我都是吃饭的 对啊 对啊 我就是吃肉 嗯 嗯 那确实 其实说实话 我之前在学校也是吃别的的 就是会买鸡腿 要么就是买鸡架 要么就是买一些个 什么鸭肠啊之类的那些 或者是薯片 嗯 那些个东西 那就是带买 红薯 嗯 卤菜 嗯 说实话 我没有什么不爱吃的 那是 就是偶尔如果 强制些让自己健康 以后我就不会吃这些 我就会 买一杯 玉米牛奶 然后再 买点水果 我比关东煮也会买 对我还要买面包 我经常 我现在都已经不敢晚上买面包了 因为我每次都是说 我说提前买回去 第二天早上到早饭吧 然后我买回去的时候 晚上就会吃掉 所以我就决定以后还是当场买吧 嗯 吃吧吃面包 那可能是肉吧 我觉得面包这个东西我不是每天都在想吃 我不是一天一天24小时都想吃的 我只是在偶尔的时候会想吃面包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 就是会想念这个味道 就是面包去尤其是可颂我喜欢吃那个牛角包 喜欢吃牛角包 喜欢吃那种酥酥的千层的东西 嗯 我不喜欢吃那种什么 那种小餐包 或者什么豆 豆沙的那种 我不喜欢吃那种 我喜欢吃那种 可颂 嗯 贝果其实也不是很喜欢 我不喜欢吃那种一坨的 我都喜欢吃那种 层层叠叠 嗯 泡芙也可以 泡芙也不错 但是泡芙它那个奶油 我吃吃吃我会腻掉 嗯 毛毛虫也是小时候吃我现在已经不吃了 然后现在也会吃那些个酥饼就是 嗯 蛋糕配就是 嗯 也只是偶尔 我不会说一天想吃我 如果真的是比较经常的话 也就是那些个酥酥的东西牛角包 嗯 或者是那些个马蜀 我因为我这段时间吃那个 嗯 嗯 三明治也算 我吃那个叫啥 那个 板栗酥 板栗饼 然后 它那个有好多个新的味道 我之前就吃板栗饼 它出了新味道之后我就不吃板栗饼 我吃那个奶黄的饼 奶黄的饼和紫薯的饼 我最喜欢吃奶黄的了现在 嗯 但是那个很甜 肉松卷 可是我发现我对这种东西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感冒 就是像就是什么肉松小贝 或者是各种什么蛋黄酥 我以前倒是喜欢吃老婆饼 但是老婆饼 是多了我还是会觉得 嗯 因为这些个东西它都是属于我刚说的那种就是面包 或者是那个很实在的东西 我喜欢吃那些个酥酥脆脆层层叠叠叠 或者就是马蜀 纯马蜀 嗯 肉松小贝也很好吃 但是我倒不是说那种天天想念的那种感觉 桃酥 那也不是桃酥 马蜀 也可以有下 我在学校吃的是那个紫薯的马蜀 嗯 但是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糯米团子的马蜀 是那种面包的马蜀 嗯 对 你看我一下来电了 哦 蛋糕卷吃的也少 嗯 西多是也是 偶尔 我也真的不是特别爱吃 就以前有的时候早上会吃一个 就那种它有一面涂上那个甜甜的东西 嗯 蛋塔 说实话蛋塔我 就是只喜欢吃那种现烤出来的那种外面酥酥脆脆 里面嫩嫩滑滑 它但凡多放一会儿我都吃不了了 嗯 就是我吃是可以吃 但是我不会很快乐 嗯 因为它里面就会凝结住 然后它外面也不酥了 嗯 对新鲜出炉 而且现在只有肯德基可以升得我心 其他地方都不能 嗯 可以 嗯 盘塔是 啊盘塔是那种很很厚的那种是吗 可以 但是那种我感觉也不行 我就想吃那种酥酥脆脆的那种 你们懂吗 有get到我吗 因为它那个蛋塔 它外面就是那种也是那种酥 嗯 肯德基还是汉堡啊 那我可能喜欢吃肯德基 嗯 喜欢吃 喜欢吃 主要我喜欢吃肯德基一个小时 喜欢吃 上销鸡块 嗯 今天疯狂心思啊 现在还有这活动吗 鸡米花倒不是特别爱吃了 嗯 我以前是超最爱吃那个板烧 但是好像在肯德基不叫板烧 在肯德基叫奥尔良 奥尔良鸡腿宝 嗯 我喜欢吃那种纯纯的一大块肉 就是不要裹那些个多余的东西 嗯 但是现在我又觉得那个 香辣鸡腿宝也很好吃 不过我还是最喜欢吃奥尔良 奥尔良卡堡 嗯 然后还喜欢吃土豆泥 还喜欢吃那个甜的玉米 麦当劳我现在也喜欢吃麦当劳 麦当劳我的选择就更多了 我会喜欢吃麦香鱼 也喜欢吃那个板烧 嗯 然后 也是那个鸡块 还有薯条 我喜欢吃那个麦当劳新出的那个青花椒的鸡腿 好好吃 真的爱爆了 可是脆枝鸡我倒觉得差一丝味道 我总觉得脆枝鸡差一点 不是吧不是吧 现在还有人在吃 嗯 嗯 但我不撒那个粉 我直接就吃 我直接就生啃 嗯 每一根菜去吃饱 我知道但我没点 嗯 可是我觉得虾饱 完全no 反正我小的时候 每次看到虾饱 我就觉得很神奇 因为没见过 我就会喜欢吃 但是我吃吃就觉得 因为之前我们我记得我出装的时候 然后我们不是去那个去外地比赛吗 然后当时 我们老师带队 就是说请我们吃麦当劳 我说 麦当劳 哇 good very good 结果就请我们吃吃双鸡 辣宝人家叫辣宝 嗯 因为我他说麦当劳三个字的时候 我就想的是 应该是 嗯 我想是可能会请我们吃那个什么 鸡肉牛肉那种中间贼后这么一块肉的那种 结果 德克是首相腿我也喜欢 而且德克是我 最 我最喜欢吃的是那个风糖鸡柳 但是他再也没有了 嗯 波罗宝 波罗宝也是德克式的是不是 以前有这个时候我也超爱 不是避风糖是风糖 可是我不喜欢吃风糖鸡吃 我就喜欢吃它那个鸡柳 我真的绝了 尤其是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 就是我家附近 就有一个 其实也不算附近了 不是特别的附近 但是你绕一绕还是可以过去的 然后我就每次都会 让我爸带着我去买风糖鸡链 鸡翅很喜欢呢 我以前最喜欢吃二两烤吃了 而且我小的时候只吃吃根 嗯 但是我长大了就只吃鸡翅了 那也不是只吃 我点了肯定会吃掉的 但是如果说让我选择的话 我就只会选择吃鸡翅 啊魔法鸡块 我小时候的爱就是 魔法鸡块 你的风糖鸡柳 狠狠吃饱 真的 魔法鸡块 真的是我那时候的 就是YYDS 那个魔法鸡块太香了 香到就是蠢蠢 我爸都抵抗不住 他每次都说你吃你吃你吃 到了后来他也会给自己再点一份 嗯 但现在魔法鸡块越来越少 少了根本就 看不到了 以前就是买买塞一盒子 现在一盒子塞下来 就只有底下有那么几块 我知道的 我在空间里面有看到 空间里面看到有人发的那种 对 现在有没有魔法鸡块啥来 可是魔法鸡块现在都已经不为人知了 我一点都不撑 我饿死了 主要是我从来没在意过他有几块 我打开盒子我就吃了 我就从来没数过 真的有人快要吃之前数吗 我从来不记得我的盒子也到底有几块 我就打开直接吃掉 吃到什么东西 十九块就二十块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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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等会就开始了 而且我的室友最近 他明令禁止 因为我身边全吃了 你们都不知道我这个桌子上摆了一桌子吃的 并且我会时常对他进行投胃 我说你快来这儿 你快来这儿吧 他说no 他说 已经有人说他胖了 他最近还减肥 他要让我 以后停止对他的对他这个分享 真的非常热情好喝 买一大袋子 帆帆大理包 还有一袋是面包呢 我终于做到了我小时候做不到的吃 小时候每次就只让我买小蛋 逢年果也才能买一次 这个不让我吃 我都喜欢 我没有办法割舍 没有贴纸 因为我是分开买的 以前还有那种包包像书包一样的 然后里面还有果冻 还有小车车 我也是为了那个玩具 但我也很喜欢吃这个 可是我小小酥虽然好吃 可是如果让我选择 我还是会选雪饼和鲜辈 真的挺不下 我都很担心 蛮这么大一包 万一一晚上在这吃完怎么办 欢迎 我会拿 посcern 我会有厨房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 我如何 我都でも 我已经扩着 我喜欢 我已经探索了 我都不过 有个vin 我 我都不过 我把那壳子 我都不过 我还他们 你借过 那你 我çon 我都不过 你会 我都不过 自己人们 想吃肉 我打算多买一点那个鸡爪 相当于吃肉了 沙糖菊这不是沙糖菊吗 可是 我不喜欢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是鸡爪比较快 最好喜欢是有嚼劲的东西 压针也喜欢 那压针那种太大块了 我就不行 上次我妈还给我买一份 压针好像 什么针我忘了 它是整块 这么大块 我嚼了后来我都累了 我说咱真的不吃了 咱真的不吃了 嚼累了 这没切片 牛肉干其实吃的也少 给我攻击它 给我攻击它 现在给我出动 马上全体加油工给我出动 现在立刻 我们现在处理了 我擅长赏了 我看这个地方是最好的 这是我 我看这个地方是最好 跟这个地方是最好 这样你先把这边 虽然你 我真的在这里 我可以让这个地方是最好 蘋果的 我还没有 我可以让这个地方是最好 好 继续聊天 我现在有一个很长远的志向 我今天明天起来吃个早饭 但是吃早饭就要早起 酒店早饭我还没吃过呢 我自从住来前之后 我没有去过 闹钟可以叫起来 但是我内心会有一个时间 我虽然这一天也订过早一点的闹钟 但是每次闹钟响起的时候 我就想哎 算了何必呢 反正咱房间有零食 随便吃点也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会继续躺下 我主要想吃点 我想喝粥吃咸菜了 我的室友也不会起来吃的 煎鸡蛋也不错 就想喝点粥 然后再吃点榨菜 然后再吃个鸡蛋 煎鸡蛋好了 可是没有热粥哎 我就觉得 点个外卖 点个白粥就很没意思 但是如果你去他那里吃个 那个就还好 没有 那皮蛋收入粥和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谁都别拉我 我就是要去 不睡了 你可真是厉害 我知道了 我可以先去吃 吃完肉回来继续水 睡到底了 我再走 那我不放糖 我要配炸菜吃 炸菜 配炸菜吃 我要会闲得着 不会的 实在撑着睡不着就不睡了 咸鸭蛋 咸鸭蛋 在晚上一个咸鸭蛋 半径周里 没有炸菜 没有炸菜就不是正经早餐 以前还是吃的 我以前会就是拿馒头夹着一点辅助吃 但是现在我就是不吃馒头了 我想要加 橄榄菜吃 橄榄菜真的好好吃 强推 小的时候就是感觉香香的不行了 不是它是福尔味的饼干 青团是螺蛳粉味的 加粉丝 蘿蔔干 蘿蔔干一般 海带丝喜欢 酱瓜 没有味 笋丝 红油笋丝 红油金针菇 这种东西倒是吃过 以前有那种 口水流下来 以前有那种带儿装的 尤其是那个红油金针菇 我姐爹操爱吃 他每次会带着我吃 我又供菜 那我还是没吃过 我们那里好像就没有供菜这个东西 风吃海带 这个也好吃 但是它就是吃一包 我就会辣得上 就是上头了 我就晕了 我要太辣了 酸黄瓜 其实我还吃的是蛮少 我每次吃菜 百味我都会让他 不要给我加酸黄瓜 就尽量 太酸了 不行 我也忘记我什么时候知道是供菜这个东西 好像是某一次吃四川火锅 我就觉得很不错 我就喜欢吃种脆脆的东西 供菜我也不知道是哪里 泡姜 好像还真不能行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那个广播就是有种吃在西安 他广播里面就会说什么什么泡姜鸡 我要想泡姜鸡是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它是那个生姜的姜吗 我一直以为是就那种那种爆姜鸡你知道吗 我以为是那种知识的那种东西 是泡姜 泡姜 不知道 泡姜 应该就是叫泡姜鸡 糖蒜我吃的呀 我一直跟我爸说 我说我想吃泡姜鸡泡姜鸡 他说你吃得了吗 我说吃得了 后来他发现居然是那个姜 对呀 泡姜就是要配糖蒜吃 但我没吃过 我还是没有吃过泡姜鸡 对 现在很多呀 他就是路边有很多那些个泡姜店 真的很多 是的 但是现在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店 包括那个什么 就是凉皮之类的 都是特别多 满街都是 泡姜 泡姜我觉得还好 就是挺好吃的呀 确实我发现 现在好像推的都是推小小泡姜 但是我 我小的时候不吃小炒 小的时候都是吃泡姜的 小炒之后就是 我小的时候好像就是从来没吃过 不过我已经吃得差不多饱了 不过我已经吃得差不多饱了 他就是说嗯 那是其实也行 你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快餐 嗯西洋快餐 味加凉皮还有圆肌肉加馍 味加凉皮还有圆肌肉加馍 还真的差不多跟吃小炒生煎是差不多的意思 但其实你也可以感受的 包括说我点小炒生煎 我也可以感受一下上海的这个生煎 嗯 现在就想吃那个小炒肉 回锅肉 咚咚包 我小时候还老吃 嗯 对啊 因为我 我小的时候 我就是我在西安的时候经常会点 圆球加馍 味加凉皮 我经常点 因为就很快很方便 嗯 而且哪里都有 一般就是个学校附近 学校对面就会有 或者就是啥地方都有 真的 哪都有 你就想吃随时随地 小时候吃天我觉得挺好吃的呀 但是可能我 就是我 我会更喜欢吃那些个肉类 嗯 就是直接吃 直接吃什么菜 吃那些炒菜 要么就是吃什么大盆鸡 炸鸡 地锅鸡 酸菜鱼 我都是直接吃那些个肉类的东西 嗯 嗯 我平时吃饭都是直接硬菜 嗯 主食很少吃 就春春 就吃肉吃饱 酸菜鱼 酸菜鱼 我觉得那个还是蛮好吃的 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个酸菜鱼 酸鱼叫什么名字 提问 对 泰二 如果不二 泰二 什么 嗯 泰二 我喜欢吃它里面的那个酸菜 它那个其实不是酸菜吧 它那个像有点像 像个笋一样 但是 它是那种片片的那种东西 稍微片片一点 我不喜欢吃那种菜叶子 我喜欢吃那种稍微片片一点 那些个酸菜 嗯 对 酸菜比鱼好吃 菜杆 应该就菜杆吧 啊 我喜欢吃菜叶子 那我就喜欢吃那些杆 喜欢吃的杆和那个片片 但那个吃多了 我也会觉得辣的不行 我就是稍微 稍微吃 吃差不多就可以了 嗯 对 确实很容易呛的 对 比较脆 我喜欢吃脆的东西 好了 get到 get到我了 嗯 菜肯留给我可真是个好人 太贴心了吧 对 我也会点瓷包和冰粉 我还会再点些小菜 嗯 猪蹄是吗 我我也是 就是我记得我 应该也是在初中的时候吧 他不是经常会路上那种推着 推着那个车车 卖的那些个卤的东西吗 我就会买那些 嗯 还有猪耳朵 凉拌 说实话 我小时候一直很想 就直接抱着那个耳朵啃 但是我爸说 你那样吃就是不好吃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我爸说了 我说我今天就想直接抱着他啃 他说好的 然后他就买了一个 买回去之后 我就想的是 我终于要尝试一次 我人生中非常想做一件事情 结果他叨叨叨叨就给剁了 我说说好的让我啃一下呢 他说啃着不好吃 拌起来才好吃 他骗我 所以我到现在 我还是没有 就是完成我那个儿时的心愿 但我觉得我现在如果抱着他啃的话 我会害怕的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知道吧 小的时候没有概念 我就是觉得很好吃很香 但是现在我就会 看到那个耳朵就会联想到很多 对 对看见就很吓人 我真的很 我真的谢谢了 什么到时候帮我一人准备一片耳朵是吗 大家每个人一片 完整的耳朵 对拌一下入味 也是 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个样子的话 就还好 救命 就拿那个打印的那个枪 他们不是那个 就是猪的身上都会有那个标吗 就拿那个标 印上你们每个人的ID 蓝标 鲜魂救命 no 也可以啊 我还是很喜欢吃的 非常 猪肝也 也吃 但是我小的时候我会不是很爱吃 因为我觉得它不好吃 而且每次 每次他都说 哎呀你要多吃猪肝 你要多吃猪肝 就对身体好 他越这么说我就越不喜欢吃 是不是味道有点怪怪 而且它就是那种渣 渣渣高高粉粉那种感觉 就是 没有吃肉的感觉 好我喜欢吃肉 我还喜欢吃那个肺 肺也很好吃 那说实话 就是你们想不到吧 腰花我也吃的 嗯 很多人不吃 但是我就喜欢吃 你这个杂肝汤 真的是我的 我的 我的爱 我就喜欢喝那个杂肝汤 嗯 炉煮我也吃的呀 这血汤 这个东西见的还真的挺少的 我平时都是喝什么鸭血粉丝汤 嗯 对我觉得牛杂汤比牛肉汤要好喝 就是好吃 我喜欢吃那些个牛杂 可是在哪里可以吃的到一样 对很有嚼劲 very good 驴肉汤也喝过 驴肉火烧也是我的挚爱 驴肉火烧好吃 好吃 驴肉火烧 驴肉火烧 我只点过外卖 就是我当时去北京的时候点过外卖 它就是会送 就是有点像 就是那个感觉 吃剩长的 好吃 吃的惯呀 嗯 而且还有那个叫什么名字我也忘记了 就是好像 也是北京的 它里面有 就有一些干的那些东西 然后稠稠的 有点像胡辣汤的那种感觉 就是胡辣汤 对炒干 因为我记不住 我为什么记不住它呢 因为它和它的名字很不符啊 它明明就是一个胡辣汤的那种感觉 它明明是一个汤汤 然后它非要说自己是炒的 嗯 对吧 你一想到炒这个字肯定就跟那个 那个汤汤水水就是联系不上 嗯 可是蒜我也吃的呀 我也是吃蒜的 爆肚就是爆炒肚 对炒干包子好吃的真的好吃的 因为它那个炒干 它刚好是那种稠稠的 你就可以拿包子去蘸它 嗯 好了不说 马上打飞机去北京吃 并没有爆炒 那它是怎么样 它没有爆炒 我觉得它其实很爆 嗯 对我小的时候吃烤肉什么 也是不吃酸 我现在有的话我就会吃 我就会夹一个那种不辣的青椒 用甜甜的青椒 再夹一片蒜 然后再夹一片肉 吃掉 嗯 白水砸碎 那听起来确实不是很 不是很香 炒干一听感觉哇塞 一定很香 嗯 米肠 我喜欢吃 我喜欢吃它里面夹粉丝的那种肠 如果夹那个米的话 我就觉得不好吃 因为它不没有嚼劲 加粉丝的话会有嚼劲 我当时在韩国是我最爱的就是吃那个米肠 但它虽然叫米肠 可是它里面加的是粉丝 啊不是米肠叫雪肠 对雪肠 嗯 就是雪肠 在里面夹了粉丝 然后还要写 年糕 年糕也超爱的 超爱的 可是主要是现在我又不是在家里吃饭 家里吃饭的话就会 以前小的时候会就是 但我小的时候我不吃蒜 嗯 这样吧 但是我如果吃了蒜的话 我就是 没法见人了 就是说 我只有晚上才可以吃 如果早上中午一吃就没法见人了 烤肉加蒜真的非常好吃 家人们 家人们 吃起来 吃起来 可是口腔口腔喷 没有用呢 它根本抵抗不住 它根本就阻挡不住那个蒜味 嗯 和牛奶很管用啊 哦 可以一试 因为主要是我们学校对面不是有那个巷子面吗 我就是 我就真的非常想 就是 对 狠狠地吃面再吃蒜 但是我每次都想到了 我要去上学 我要面对我的同学们 当他们发现一个美丽的少女偶像 嘴里散发满口蒜味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有点不太好 所以就 不吃 嗯 这烤肉一般都是晚上吃嘛 对吧 没有人大早上大中午地吃烤肉 不辣 那你别被呛闹就好了 嗯 什么东西啊 跟袜子有什么 有什么关系 真假的 你倒是说到做到啊 那时候我 我 我 可别嫌弃我 哼 那不行 我可是要保持这个少女 像这个 嗯 光鲜亮丽啊 嗯 互相伤害是吗 直接让你拒绝入内 就是 锁的大门口 嗯 Sup这些新跑了 好 直接没人掐表了 我连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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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通 那万一是一个漂亮的 漂亮的小姑娘呢 嗯 嗯 我连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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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一定很小 因为她更爱的 如果说咱们更爱她的 她心里没有那么爱的话 我像老师不少这样的人生 老妈生意的 再慢慢培养 男女跟样 可是以前 每次当我的队列是 片两小姐姐的时候 我总记得提到说过 就是一个人对她好的 有个对女生的 可是以前 每次当我的队列是 我总记得提到说过 那是因为现在没有以前有的 以前 就是 还没有你们的时候 还没有你们的时候 没有了没有了 就是以前 就是很早以前 就是很早以前 然后就是会 大家一坐下来 马上就是 跟那个小姐姐聊天 不聊了 好累了 累了 乏了 倦了 不会早起的 真假的 多夸夸 不可以自己选 都是人家分好的 嗯 他们会 先给staff布置工作 就是说今天你管谁谁队列 谁管谁谁队列 嗯这样的 我啥时候说点个卖了 谣言 我刚明明就是说早点睡觉 明天再吃呢 明天当然了 明天又是早上去上课哟 那不是很奇怪吗 我们只能等有缘分在那里 明天晚上也有 我从31号才开始放假 各位 假期一共三天 31一号二号三天 然后这一天本来想我说 哇 因为我看一下那个呃 那个我的那个卡 年卡的那个限制期 他说从31号开始 后面的一周就不能用了 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 那我31号之前去吧 就发现我这么几天都在上课 我真的会写 要不然我就只有那个了 就是30号下课 就是说 没电了没电了没事 然后他就是比如说 但一般都是个 8点半左右 9点钟下课吧 然后 等我9点钟下课 我40分钟冲进 冲到那个迪士尼 然后玩20分钟 10点钟看完烟花再出来 嗯 赶上个关门 我真的 我真的会很累 而且如果说真的话 他比如说是早上个12点下课 然后晚上5点上课的话 那我中间时间也可以去 我去坐一轮急速光轮 然后 再回来 主要是我已经错过了最佳请假时期 就是 这几天好多人请假 然后从今天开始 就管得很严肃不给请假了 所以就是我跟你们讲 我真的会写 真的会写 我是什么体质 我 在学校的时候 我一直在努力的上课 一直在认真上课 一直在努力 什么课都不缺过 然后偶尔一次 我因为有些工作安排 然后我就没来 我只要没来 必定点名 必定老是生气 必定在群里面 靠谁是谁没来 谁是谁没来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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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几天 我每天上课 我每天超级认真 超级认真 我又在想 我现在好像上课 那我之后说不定就可以 抽一天去请个假 然后 现在说不许请假了 我也觉得那天公演的时候 我请了一天假 算了吧 我也没有那么努力 我那天都在想 要不我先去上个课 然后再去公演 但是主要是因为真来不及 我们要排练 要早上要去排练 九点钟发车呢 而且我还没跳手 我得早点去复习 哎呀 我本来想说 今天下课就去按摩呢 我现在又开始痛了 对 大家有没有看指拍 没有指拍 没有看指拍 快去看 快去看指拍 快去看指拍 全看完了 真的假的 这么卷我都没有全看完 我刚刚下课之后才看了一点 网又不是很好 所以就没看了 没看完 什么舔后草牙 我哪舔后草牙了 我这是无语 嗯 但我觉得最后一套那个衣服很累赘 我不喜欢那种 累赘的东西 我就不喜欢那些个很很拖沓的衣服 会影响我 就飞的 就飞的 就这么不会聊天是吗 不会这么不会聊天 就是飞看到脸上抖 确实这个头号新闻就是蠢蠢满场乱跑 嗯 是吧 我真是你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你们看指拍就明显感觉到 会M的时候我的表情就是会异常的开心 就是溢出屏幕的一个快乐 哎呀 嗨 啊 啊